与语课 与语课 嗨小朋友们 我是律者二 现在呢 我们要来上华语课 对 刚才我们上了布首 对不对 选了两根手 日字堂 还有口字堂 现在呢 我们要来学习量词 我们来学习量词 小朋友还记得我们学过哪些量词呢 在我们学新的量词之前呢 我们要先做复习为我们以前学习过的量词 那我们学过什么量词 我们学过一 一个我们学过一个 一个什么呢 一个头一个人 我们整个人叫一个人 还有义什么呢 我们有学过字 这个字是用在什么的 这个字是用在动物的 我讲过用在动物的 那我们是用在大的动物还是小的动物 这个字我们只可以用在比较小的动物 我们不可以用在比较大的动物 像牛牛很大对不对 我们是用一头牛 我们没有叫一只牛 我们没有叫一只牛 我们只可以用在小狗啊小猫啊小鸟 OK 这是这样子的我们就用在这谁 好那我们还学过什么 我们学过 已三 我们有学过 已三 再又是一张纸 一张口 这就是我们有学过的 学过个 学过姿 学过脏 那我们还学过什么量词 我们还学了酸 对不对 我们除了学个 学姿 学脏 我们还学了酸 酸是怎样的 我说过酸 就是有两个一样的 有两个一样的 像手 一酸 手 一酸 一酸 一双脚 那如果我的手是这样子 是叫一双手吗 不对 如果我的手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叫一只手 如果这样子就叫一只手 一双就要一起 一双筷子 你吃面是不是用筷子吃的 对不对 那筷子是不是一定有两只一样的 有没有人用一只这样的筷子能吃面的 没有对不对 所以就一双筷子 我们之前学过这四个量词 今天我们要来学两个新的量词 我们来看我们今天学的量词是什么 我们今天要学的第一个量词是 这个量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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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手 超大 可以握住的 可以握住的 比较长的 那还有一把什么 我们有一把 雨伞 雨伞 也是用把的 OK OK 好 那我们还有一把什么呢 一把 痴 OK 一把痴 你们用来画现的痴 我们也有 一把 OK 那第二个量词 第二个量词 有 痴 痴 痴 这个也是毒痴 这个也是毒痴 但是这个痴 是用在动物什么的 这一个痴 是用在 物体的 OK 是用在东西的 两个都是毒痴 可是小朋友要看 那一个照片的东西是什么 OK 如果它不是动物的 你不可以用这个痴 OK 这个痴是给动物的 好 那我们来看 这个痴 这痴有什么 一痴 铅 对啊 一痴 一支铅 还有一支什么呢 一支 筷子 如果筷子只是这样一个了 没有两个 因为筷子是两个的嘛 如果没有两个的 我们也叫什么 我们就用 一支 OK 那我们有一支 铅 一支 筷子 还有一支什么 我们可以用一支 蜡烛 五 OK 好 那现在 老师把字写下来 OK 我们有一把什么呢 OK 我们有一把 我们可以用一把刀 OK 一把雨伞 OK 还有一把什么 一把石 还有一把什么 一把扫把 我们扫地用了 扫把 OK OK 那下来呢 一支呢 OK 那有一支什么 OK 我们可以用一支笔 你们写字的 我们用一支笔 OK OK 用一支什么 一支筷子 一支筷子 OK 还有一支什么呢 一支蜡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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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呢,我们都是用枝 用枝的东西呢,是比较长的 东西比较长,你可以用手握住 拿住的,我们就叫一枝,就好像一枝马克饼 老师可以用手握着马克饼 铅饼,你可以用手握着铅饼,对不对 所以就用一枝 好,那接下去呢,老师会给你看纸张 ok,小朋友们,这个就是刚才呢 老师在白板上面教的量词 把,还有枝 ok,小朋友们拿到纸张,要先写什么呢 写上名字,写上日期 ok,那现在我们来看,把的量词 一把什么,我们可以用在一把尺 ok,长长的,因为尺是长长你可以握的 好,只,一支什么,一支铅饼 ok,铅饼 ok,那现在下面呢,它叫做什么 小朋友,请你圈出正确的量词 好,下面有四个图片 那每一个图片,它都会有两个量词 它现在要你圈出正确的量词 我们来看第一个图片 第一个图片是什么 是,鱼,鱼伞 好,那鱼伞,我们是用一把鱼伞 还是,一支鱼伞 鱼伞呢,我们是用一把鱼伞 所以小朋友呢,就把把圈起来 ok,那看第二个图 这一个是什么 这一个是蜡烛,对不对 ok,好,那请问是一把蜡烛 还是一支蜡烛呢 ok,好,刚才老师讲过蜡烛用什么 蜡烛用,一支蜡烛 ok,第三个图 好,这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来 筷子,对不对 蜡烛用的筷子 这边有两个吗 有没有一双筷子 没有,它只有一个 那么一个而已 我们的量词是要用什么 好,我们来看 一支筷子 还是一把筷子 这一个我们要用什么 我们要用一支筷子 所以把支牵起来 如果是一把筷子是怎样的 一把筷子的话 就是很多很多筷子绑在一起 绑在一起 我们就这样子一束 我们就叫一把筷子 那现在它只有一个 那我们就叫一支筷子 好,来看第四个图 最后一个图 这个是什么 小朋友都知道 这个是刀 对不对 哪一切东西的刀 好,那刀的量词 我们用什么 一支刀 还是一把刀 对的 我们要用一把刀 刚才我有告诉小朋友 对不对 刀呢,我们是用一把的 OK,那小朋友把把的答案 圈起来 OK,有些小朋友呢 他可能想彩上颜色 因为以前 提子恩都有让你们彩颜色 对不对 那你可以彩颜色 但是你的颜色一定要彩好好啊 彩美美哦 你不要乱乱彩给我 我也不要彩黑色什么 OK 好,今天的量词就到这边 小朋友们记得一定要看完视频 不明白的又再看视频多一次 然后我们才来做练习子 好不好 拜拜 拜拜